其實我本來沒有打算要特別講重整 因為重整大家沒有學過之外 以往考的真的很少 結果意外的是 近兩三年來重整現在考了兩三期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好 我們還是把重整講一講 就是萬一如果明年考出來 至少大家都有讀過一點點的重整 公司合併的部分呢 先看合併方式 合併方式分成兩種 一種是吸收合併 就是定義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公司 合併後只有一個公司為存序 其餘消滅之權利異物有 來後面畫起來 由合併後存序公司蓋瓜寄售 由存序的公司蓋瓜寄售 也就是說 我們講的吸收合併就是 A加B會等於A或者B A加B 換來A加B加C也可以 反正就是有一間公司存序下來 有一間公司留下來 叫吸收合併 就是如果留A 就是A把B吸進去 可以齁 那B的 如果我們假定留A好了 那就是B的所有的權利異物 由A蓋瓜承受 新社合併就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公司 合併後均消滅 所有消滅之公司權利由新的公司蓋瓜承受 就是A加B會等於C公司 可以齁 他們兩個會消滅 那會由C直接接受整個公司 可以齁 好 合併程序 在一般的合併程序當中 就是 最最最繁複的合併程序就是 公開發行公司要設立特別委員會 就是這在器兵法的第六條 這邊可能會跟器兵法有一點點交集 然後董事會 普通決議做成合併的書面契約 這句話幫我畫起來 就是說合併它其實是一個 董事會提出之後 由股東進行決議的一個 我們講說算是 廣義的共享權限的一種情形 所以董事會普通決議做成 書面的合併契約之後 來這邊幫我畫幾個重點 就是來第一個董事受任的義務 及說明義務要進行 除此之外 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之下 大股東跟董事是不用迴避的 這是在器兵法底下 可以跟大家講 器兵法這個法律的目的 是為了什麼呢 770其實考過 最近其實這個東西 就比較退燒啦 但可以跟大家講 器兵法的立法目的 是在促進合併 它其實目的 當時候立法的目的是 促進合併 讓合併效率比較快 所以它是屬於我們講的 公司法在合併章節當中的特別規定 好第三個 董事會普決之後 要送到股東會特別決議 好不好畫起來 股東會特別決議 因為涉及股東很大的一個變動 公司可能會不見消滅 所以股東會要進行特別決議 好在這邊幫我補上 就是股東會特別決議的時候 如果你有今天你不同意這個 你可以有異議股東的股份收買請求全 好這個條文規範在第三百一十七條的第一項 好這個條文規範在第三百一十七條的第一項 可以齁三百七十一條的第一項 好它說什麼呢 三一七條的第一項告訴你說 公司分割或與他公司合併 董事會應就分割合併有關事項 做成計畫書提出於股東會 股東在集會前或在集會中 以書面表示意義或口頭表示意義 股東的股份收買請求全 股東股份收買請求全 所以公司要買回他的股份 這就是我們講說公司的一個 買回股份的一個例外情況之一 好再來第四個就是債權的保護程序 然後合併登記 第六個就是召開發起人會議 或者是合併後的股東會 你可以把它補上去 或者是我們講說合併後的股東會 發起人的會議比較像是新設合併會出現 那我們講說合併後的股東會 就是你說它是一個吸收合併的情況 好然後對後股東會報告好 這邊就講得蠻清楚的 好接著比較會考的其中一個特點 母子公司簡易合併三一六條之二 好第一行畫起來 控制公司持有從屬公司90%以上股份實施 90%圈起來 這個考過很多次 只要你看到它持有寫什麼50不行喔 強調簡易合併是90喔 一定要超過就是一定要90 最少最少是90喔 90%之後它省略了什麼 省略了程序就是股東會特別決議這件事情 就是來後面冒畫第二行 因此應該經過董事會特別決議就可以了 對從事董事會特別決議就可以 因為其實它已經 其實他們兩間母子公司其實已經有高度的控從關係 然後最後一行畫 倒數第一行幫我畫 對從屬公司股東而言 無法阻止決議通過 但從屬公司股東皆有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你在後面幫我補上 如果是母公司沒有 母公司股東 母公司的股東沒有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只有子公司股東有 就是在母子公司結合併的情況之下 因為在母公司的股東為什麼會沒有 是他根本就沒有開股東會 而且他這件事情就是 在母公司的這個立法的過程當中 立法者會認為說 母公司的股東你不想要留在公司 你就把股票賣掉就好 所以他沒有異議股東股份收買請求權 好合併對價的部分 契義法第四條告訴你說 合併對價是奪養性的 包含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 都可以作為合併的對價 好大概就合併大概是這樣 那分割的部分呢 分割程序跟合併程序大致上都是一樣 好後面往下 一樣用對異議股東是有股份收買請求權 然後一樣要漸行就是債權人的一些保障 那一樣有吸收分割行設分割 分割比較少考 但是第三個 關號三貓打星星 合併分割的一個限制 三一六條直一 就是說合併跟分割要怎麼 合併的部分你看 如果你是一個 我們講到股份有限加股份有限等於股份有限 這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是股份有限加有限公司的話 就是只能你的 不論你是吸收還是新設 你最後的結果一定只能是股份有限公司 你不可以是有限公司 可以 也就是說其實立法者有益 就是你最終最終的結果 就是要是股份有限公司 好最後股份有限公司分割 只能是股份有限公司加股份有限公司 可以 好這個比較細節的地方 稍微跟大家講 好到重整的部分 好公司重整我們打開法條282條 我們看一下重整的一些條文 好282公司重整的地方 第一句話先幫我畫起來 第一項告訴你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 公開發行股票或公司再次公司 好這句話 這段畫起來 然後後面我繼續 因為財務困難暫停業 而有重建更生之可能 好把這句話畫起來 有重建更生的可能 所以他的要件有兩個 公開發行股票的 或公司再次公司 加上有重建的可能 也就是說他雖然瀕臨的破產 他的財務非常不好 但他還有機會復活回來 他還有機會活過來變好 如果他都已經沒有醫了 就已經躺在那邊了 就已經準備瀕臨 就是直接破產清算的情況 那就不會再走重整 重整代表他有機會活過來 他這間公司還有機會再變好 所以重整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清理債務 維持企業 可以有維持企業 好 接著我們往下看 申請權人有哪些人呢 在282的第一項當中有四種 我已經幫他整理上去 第一個公司可以自己做申請 可以 公司可以申請 或者是利害關係人有 比如說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以上的債權人 好畫起來 來這裡你要特別記得 重整的申請人 債權人 他有一個限制 是你的債權總額要是 相當於已發行股份總數 10%以上的債權人 這可以嗎 好 這裡你要特別記得 一件事情是比較上面 你待會我們講到最後 講到關係企業在 369之4的一個請求全人 債權人是沒有金額限制的 可以喔 這邊重整有金額限制 但369之4是沒有金額限制的喔 可以喔 所以你這邊要記得 這邊有債權人是有金額限制的 好 接著 6個月10%的股東 6個月10% 第四個工會 好 這次真的是有一年真的考得很細 好我們看一下工會在第三項 有特別講到工會是什麼 第一項第三款的工會是指 比如企業工會啊 受雇於公司人數與其所雇用的 勞工人數的二分之一的工會啊 好你大概看一下 好接著是三分之二以上的員工 好特別的話三分之二以上的員工 好記得申請權人就是這些 要嘛是瀕臨破產公司自己申請 要嘛是 相當於股份總數10%以上的債權人 6個月10%的股東 工會 以及三分之二以上的員工 好申請程序幫我看喔 董事會特別決議後 向法人提出來看282的第二項 公司為前項申請因經 董事會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過半同意後決議行之 所以還有董事會的特別決議 好接下來看一下齁 大家可以 比較簡單的理解吧 從這邊有三種 請三種人會出現 或三種名詞會出現 大概簡單的理解就是 重整人就是 進行重整的人 就是來幫公司救活他的人 你就把他當醫生 好嗎 或者是你把他當作 類似於就是公司的董事 他來經營公司 把公司救回來 就是重整人 重整監督人 監督顧名思義 他是用來監督這個重整人 到底有沒有認真把公司救活的一個人 好 關西人會議 誰是關西人 關西人就是股東或債權人 這些叫做關西人 因為他跟這間公司的存亡有關係 股東是所有權人 債權人是 就是他 他們都有投入錢在這家公司 所以他是我們講的公司上面的關西人 那關西人會議 重整人的選任 來幫我畫 法院選 法院選任 若有違法情況 由重整監督人 向法院申請另外選派 不要畫起來 如果重整人有違法的情況下 監督的人向法院申請另行選派 就像我們之前講過的 就是在比如說臨時關於人 反正法院選的就由法院派任 可以好 法院選就是法院派 由誰選就由誰解任 或者是改派的情況 好 重整監督人的選任呢 是法一樣 法院選 那第二行冒畫 有隨時改派的 改選的權利 隨時改選的權利 好 後面繼續畫 重整監督人受法院監督 有數人以過半同意為之 在289條 我不特別帶大家看條文 但是這裡已經把重點幫大家再出來 就是 重整監督人受到法院院監督 那有數人的時候就是過半同意 關係人會議就是 重整債權人及股東 好 重整債權人跟股東會組成這個會議 好 第二行幫我畫 以重整監督人為主席 開這些關係人會議 它就是重整人要進行一些報告程序的情況 最後 最後重整裁定的效力 重整裁定下去 就是送達公司之後 來後面畫 公司業務之經營及財產的管理 全部會移給重整人 由重整人開始進行公司的重整階段 後面接著 接著畫就是到尾端那邊 申報法院公司股 股東會董事及監察人之職權 應予停止 也就是說 受到重整裁定之後 公司的所有內部的所有職位 都不會再繼續 就會由新的職位進來 就是重整人 重整監督人 以及我們講的關係人會議 好 這邊再補充一件事情來 記不記得我們講說 在股份有限公司裡面 誰是負責人 在重整階段 重整人 重整監督人 都是我們講的公司第八條的負責人 他們兩個要負擔對公司的一個受任人義務 這是第八條講的 記得嗎 可以齁 好 發尖 撿 重重 好 來 接著我們剩下有 這邊有六題的部分 一樣再給大家一點時間 六題我們把它做完我們檢討 好 然後我們就接著進下一個部分 可以嗎 大家都還行嗎 到重整其實合併分割跟重整 這邊就已經算是公司法 就是如果你正常一間公司 已經差不多走到結束的階段 就我們那時候不是寫了一個表嗎 就從設立開始到處理就是內部的關係 股東會的情況 再到我們講說處理外部關係 或我們講說代表人執行的情況 就是董事會嘛 再來就是監督的責任 再來就是一些股份有限公司特別的 比如說像你如何發債 發新股 會計要怎麼做 這些情況 好 那到這邊就是已經到公司要結束的情況 可能是要更大的發展 就是合併 那如果他是要 就是想要 讓公司 減量 輕減化 可能會分割 那重整就是公司已經進入到快倒閉清算的時候 看能不能把它救回來 好 那我們就看第一題 第一題的部分答案選B 來 它這邊就告訴你公司 題目的倒數第二行 公司突然發生債務無法清償危機 至公司集合而與重整 好 重整規定何者錯誤 好 那我們看錯誤的地方就好 來B選項 其實這裡它只是要考債權人的話 沒有持有的時間限制 而且它這邊如果它是股東的話 是6個月10%也不是5% 所以這邊就記得 重整的部分都是10% 好 第二題來看一下 A股份有限公司為B股份有限公司 百分之百持股的重屬公司 所以也就是說 好 我們還是畫圖好了 像這種題目就把圖畫出來就會比較簡單 好 A股份有限公司為B股份有限公司 百分之百持有的子公司 所以這樣持有 好 接著呢 B公司你以A公司為純序公司 所以它是純序公司 好 吸收合併C股份有限公司 好 它所以它是要跟C合併 好 但此吸收合併C股份有限公司 但此中合併案受到B公司股東 甲 以及C公司的股東 就是E的反對 對 若此中合併案通過後 假以何人能主張股份收買請求權 好 真正合併的是在哪裡 在這邊而已 對吧 對吧 不是A跟C 對吧 吸收合併C股份有限公司 對吧 B 你以A公司為純序公司 吸收合併C股份有限公司 此案受到B股東 甲以及C公司的股東以反對 此合併案通過之後 假以何人的主張股份收買請求權 真正的合併案只有A跟C B根本就不會有任何影響 就是不會有任何影響 所以對它來講 甲當然不會有啊 只有以會有 所以當然選B 可以齁 好 好